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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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至于外界关心的主播们失误后 是否也会有一些处罚 李文英表示 无论是播音部还是台里 都对失误有一些规定 新闻直播不仅仅是主播一个人的工作 需要导播编辑等整个团队合作完成 如果在主播播音环节出现了错误 主播们不会有任何借口 观众很多都特别爱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自己部门和台里 对这个什么出错别字 然后怎么比如说包括协调上面的 就有的时候是导播可能去指挥 因为我们都是耳机耳脉到时候有串联单 它都是严丝合缝的 告诉你下个男生岛屿第一个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抢新闻 所以每一次包括新闻联播 我们四个都是新闻联播的主播 看着我们郑金威作特别 其实我们的稿子如果特别急的时候 也有那种差一分钟才来的稿子 也经常在调换顺序 因为要抢时效性 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错了都没有什么借口 只要是主播 我们有责任分清的责任 是稿子的问题 是导播的问题 还是主播的问题 但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都是主播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惩罚的措施 比如说出错别字了 你是哪种错别字 我们的专业考核都非常的严格的 你是读音错了 还是你把事实给说错了 如果要是事实说错了 然后这样的严重口误 只要你把这条新闻播完 或者你马上就改正 你现实的改正了 更正了 就不算错误 但如果说你播的时候 你都没有意识到 那么造成了事实的错误 可能就是消息的混响 是扰乱人家试听了 这个就比较重罚 同时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你上班 比如说稍微晚了一点 或者有什么样 我们都有停播 我们的还是非常严苛的 这个也是前辈们传承下来的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挺半军事化的管理的 每一点每一分 都是不能出任何差错的 因为你下面一点点的松动 就像螺丝炮 你一点点的松动 你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可能就是在观众面前 在屏幕上 你要是被亮到一秒钟 或两秒钟 就觉得非常的长 我们其实都遇到过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 陈维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整理报道 搜狐视频那是挺好的 我是孙力 是孙力 是孙力